字幕提供 現在洋芊沒有錯 尋找台灣神社要來了 非常期待今天 為什麼 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全台灣最好看最漂亮的神社在哪裡 屏東 屏東高市神社 我們今天終於要去了 真的很有量個查資料不得了 我們必須搭到高鐵 高鐵從台北到左營之後 再從左營租車 開到這個 車程 車程還沒到 還經過牡丹香 經過牡丹水 才可以到高市神社 這一點點就到台東 那個地圖其實已經偏快到台東了 下山就去台東了 好不好先去屏東 我們從最南出發 我們先從國境之南 然後再一路往北回到高雄 Let's go 真的漂亮 各位啊 風景漂亮 一上來就星礦神移 然後這邊的view你看 嗯 這個白色鳥居 然後看前面的山跟海 超美 高市神社 1939那時候真做的 大概有80幾年 但它在二三之後 整個毀壞掉了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邊是2015年才 後來才重建起來的 哦 所以這是已經全新的啦 已經是全新的了 這邊有這個神社鳳納 一萬人擊掌怎麼注重 所以這後來日本人又捐了 聽說捐了這個一千萬日幣啊 幫重新整修起來 嗯 還有 然後這邊呢 真的有在祭拜的喔 對 這邊祭拜就是那個高市佛這個部落啊 那時候戰士的一些祖民 哦 所以是拜原住民 對 是原住民 然後它是用這個神道教 還有跟這個台灣族的一些傳統祭典儀式啊 把招呼來這邊 然後鎮住到這邊 這邊就真的是可以拜的 是台灣全台灣唯一一個還可以拜 就是神道教的神社就在這邊了 背人手喔 好像車上背人手 你看這路多遠 感人耶 真的有曬錢香耶 真的有來到日本的感覺 欸 等一下多少 五元 五元 五元五元 結緣結緣啦 嗯 嗯 欸 這邊有去喔 裡面還有薰弱香 喔 對 他幫他蓋了一個那個保護他的東西 對 它裡面真是蠻舊的喔 還是這一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那時候留下來的嗎 原有的高市神社興建於西元1939年 戰後於原子荒廢僅慎基座 後來日本神職人袁佐藤建一 為了感念回饋台灣在311大地震的援助 於是耗資一千萬日元 從日本橫濱港運送木造神社到屏東高市部落 並於2015年8月進行招魂千坐計 2016年5月樹立了白色的鳥居 神社見證了部落從清嶺日至到民國的各種故事 而且他上來這個階梯 嗯 變成原住民的圖騰了 對啊 完美的融合啊 很酷耶 因為這邊拜的應該就是原住民的祖靈們 所以這樣上來 把他畫成原住民 然後看過去那邊就是現在高市部落 後來蓋的這個永久屋 蓋得非常漂亮 這樣看 如果有下雪 簡直就是合掌村 這真是沒下雪的合掌村 欸很漂亮 你們就看過去 我覺得這個山景很美 唉唷這個是巴士海峽 平常都去那個東部看太平洋 巴士海峽 真是 太美了 看這個山 哇 幽靜 好來 結束囉 蹲來回去囉 真的喔 好 這輩子可能不會再來囉 還有什麼沒拍到嗎 而且我們這樣看過下面的海灣就是巴雅灣 巴雅灣事件 的巴雅灣 然後之後就才衍生了這個牡丹色事件 所以後來才有這個高市佛部落 有這個前襲這樣子 那這段歷史 大家有興趣的話 Google Google一下 Google完之後 來這邊看就很有感覺啦 推薦大家來這邊 雖然是全台灣 我覺得現在是景色第一美 不是神社本人 對 景色第一美的地方 高市神社 還有沒想到這邊才有這個高市小鋪 有在賣一些御守跟這個會馬 很酷 跟日本一模一樣 雖然這邊不是那個 社務所啦 通常在社務所賣 但是這個小鋪 有在賣耶 高市神社買一個會當紀念 台灣國一隻公高市神社的安全御守 交通安全 一定要趕快別起來啊 對啊 我們等一下回程還是山路安安區區的啊 趕快先別起來 先別 不錯不錯 有時候來這邊難得 真的是神社 可以買周邊 厲害厲害 有人來的話一定要買一下 好不好 來啦我們繼續往北走 來到屏東的嘉東鄉 嘉東神社 有沒有看到 就在這個大馬路旁 我沒想到這個神社 這麼不隱密 就在這個大馬路旁 記載這個嘉東神社 總共有四個鳥居 這是第一個鳥居 這保護得還不錯喔 它又變別人的柱子 對 然後這邊 它1936年就蓋了 但是1946年 十年之後就被拆掉了 史料記載這邊就被拆掉了 這邊保留很完整 是其他地方沒有的 有沒有看到 社橋 這個橋 神橋啊 哇 以前就是這個流水啊 這邊真的這個小橋流水 所以就日式庭園造景 這還保留 這很早見耶 走進來就是這個表參道 然後沿路這邊 就變成民宅啦 嘉東神社還是無隔色的神社 所以它比較小一點 它就是這種社區型的 可能比較網幹 然後1946年就被拆掉了 發現這應該是第三座鳥居 大概只剩這邊 左邊一根了 拿來曬衣服啦 啊這個 非常好用啊 這真的用 這不錯耶 附近其用很好玩啊 很酷耶 我們留下來 然後台灣人都會把它弄 當家裡的柱子啊 拿來曬衣服 不錯 到了到了 到了到了 小而巧 小而美 這個整個 這個 樓梯啊 然後這個 座啊 座塔 其實都還留著 然後就是這邊 參拜的地方 主殿這邊就是拆掉了 拆個什麼都不剩啦 啊 但旁邊那個玉圓啊 玉圓就是這一個 城牆 這個欄杆這個 這邊都還留著 這一個區域其實沒有變 對啊 只是旁邊蓋滿了名掌 對 然後這個第四個鳥居 在貼了春年 很可愛耶 我猜是附近的居民貼的 他就貼上了這個春年 招財納府的感覺啦 很可愛耶 這字都被磨掉了 這看不太出來啦 看不太出來 這邊的這個 這個整個座台 保存的其實還不錯 就有一個高度在 很棒 然後旁邊最好玩 是那個玉圓變他家的圍牆 也不錯啦 物盡其用 結束屏東之後 我們馬上來到這邊哪裡 高雄 高雄也有很多神社 我跟你講 正所謂啊 德山山者得天下 我聽過 鳳山奇山還有鋼山 你說那個高雄選戰那個嗎 他有想說那什麼東西 怎麼沒聽過 對啊 就是我們選戰 我們三大票倉 得天下 所以我們要找神社 我們就來找找這三個地方的神社 第一站拿到這個鳳山 你看好山好水 鳳山神社1935年就正做啦 現在這個鳳山神社啊 已經變成現在的鳳山醫院了 變成醫院了 什麼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啦 這個主墊下面的那個十元還在而已 我們去看看 其他都不在啦 都不見啦 就是你家啦 超大 斷圓殘壁 鳳山這個神社是蠻大的喔 這真的超大 真的很大 他有生到這個香色的等級啦 也有到香色啦 他一樣啦 是在這個我們台日斷交之後 才全部拆光光啦 就只剩這邊啦 來稍微介紹一下鳳山神社啦 他也是拜這個能久的親王跟開拓山神 開拓山神 開拓山神 開拓山神在日本裡面 算是這個國土的開拓 然後守護神 對啊 所以他們從日本 國土經營 所以他是開拓嘛 所以像北海道啦 還是台灣 都會比較多拜這個開拓山神 喔 懂啦 因為有開拓的感覺 懂啦 還有我們巡巡蜜蜜啊 我們來到這個鳳山的鎮南宮 這是這個鎮公廟 鎮公廟現在在改建 但我們發現這邊 石燈籠感人喔 還留在這邊 應該是唯一僅存的喔 鳳山神社是唯一僅存的石燈籠 就被搬來這邊了 上面字都被塗掉了 然後這個日期全部都被塗掉啦 現在在拔在這邊啦 不過這邊應該整修之後應該 應該會很好找啦 整修之後就在前院這一邊 那其他還有破拳 原本有三對破拳 被分散到各地 我們去尋找看看 好 來 來到這邊是高雄的棕林池 棕林池 棕林池就在我們這個 陳青湖棒球場 其中的一隊啊 破拳就在這邊啊 一看就知道 它原本不屬於這邊 顏色看起來就是不一樣啊 有感覺它保存得不錯耶 對啊 它被移到這邊非常遠耶 其實有一段路程耶 從鳳山到陳青湖 對 跑到陳青湖其實有一段距離耶 滿遠的耶 除了這邊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跑到這個城隍廟 然後還有一個 跑到這個中林塔 中林塔 有上個地方 我們來這邊是中林池這邊來看 我覺得這個 保存得比較不錯 比較像那個 日式的破拳的樣子 的感覺 而且它弄得很乾淨耶 高雄這邊躺很大啦 晒 晒 晒晒 晒晒晒 鳳山神社 整個就被拆光光啦 一開始先做這個 好像醫院的使用嘛 一開始先做醫院使用 然後後來就整個 直接變成鳳山醫院了 對 裡面之前的東西啊 不要說銅啊 還是一些 神明的東西 全部被拆光光 就剩下這些了 之前我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 都會剩下那個 破拳啊 然後鳥居啊 燈籠啊 然後對啊鳥居啊 就是因為剩一些 不值錢的石頭 對 我們查了一下就是因為 那些廟本體 一些鳳納的東西啊 然後桶啊 那些 早就被拆光光了 被拆光光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遺跡都剩 石頭的覆光了 對 所以才留到現在啦 OK 我們征服了一個鳳山了 往下一個山前進 來 沒錯來到我們的第二山啊 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鋼山的壽天宮 現在在拜媽祖啦 也就是原來這個 鋼山神社的原始 就在這邊啦 這裡環境非常的幽靜欸 這一個大公園啊 對啊 前面那個公園 而且它原本的鳥居 就留在這個公園 前面這個大公園這邊 大鳥居都還在那邊 它的名字就是我們鋼山高中啦 我們先去那個鳥居看看 好 好不好 請問你們去看一下 鳥居 好大 我們翻過了整個公園之後 就找到了這一個鳥居 好大 原本那個鋼山 還有三座鳥居 這是第一耶 第一座 第二座最大的 就在這邊啦 它保留下來的 來 考考你這什麼鳥居 神明鳥居 沒錯 就是神明鳥居 好像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神明鳥居啦 神明鳥居 這邊一定是重建過的啦 重建過了 很用心耶 這邊還有歷史地圖 信罩的位置呢 就是這個 鋼山神社的舊址 鳥居的舊址 就這邊 它被整個塗成紅色的啦 好啦 我們繼續往前 進去這個壽定空裡面看看 還留有什麼遺跡 這邊不用多說這個拍照點 欸 在這裡 畫面有沒有很像 在日本的感覺 因為後面就是公園造景啊 對啊 然後就一個大鳥居 大鳥居在這邊 不要拍到其他的這個 車輛的話 蠻像的 很像喔 就在這邊拍照點 大鳥居 欸這樣走過來很遠耶 超遠的 所以鋼山整個神社 附近非常的廣大 我們看歷史這個照片 這看得非常廣大 而且 這邊聽說它文物都有留下來 原子就在這邊 原本的神社就在這裡 那現在變成馬祖廟也不錯啊 對啊 這1933年就蓋了 它現在已經80幾年 快90年了 而且它的色格也有到相色 驚人跟金螺一樣的款 這邊直接有介紹的牌子耶 鋼山神社的石燈籠 原本是擺在鋼山神社兩側的物件 有引導路徑的作用 哎呦 然後那時候 民國36年 零件被散落在四處 被亂丟 它把它重新拿來 然後把它磨平處理好 然後拔在這邊 變文物 這個是新的啦 這不是新的 不是這個啊 我想說 這也太漂亮了 這也太漂亮了嗎 這太漂亮了 這太漂亮了 這個啦 這個啦 我誤會了 不能上半部啦 上半部的部分 是這一個 這邊還有顆 這邊還有顆耶 昭和十二年 鋼山菌 鋼山菌 這有重新整理過啊 你看它有重新幫它 把它刻得再清楚一點 嗯 手洗色下面這個 保存得很好耶 對啊 它保存得非常好耶 它最厲害的是 這很少見 全台灣我們現在只看到這一個 裡面有什麼 天造大神的神教 神教喔 欸我不能看過 那種通常是高級薄來品 通常應該被搶翻天啊 還有留下來 很多那個它有說 香色以上的 比較容易被保留下來 因為那時候好像 不要有人在管啊 然後那些 香色以下的 可能就被大家亂拆光光 喔齁 來看看裡面那個神教 最後長什麼樣子 好 哎呀 找到了就在這一邊啊 好漂亮 好美喔 因為這個鋼山神 就算是香色 所以它等級比較高 所以它除了拜 我們比較常見的 能久親王王 開拓三神之外 它有拜天造大神跟那個明治天皇 嗯 對所以就留下來 大礁小礁兩個 全部都留下來 這是那個 他們在祭典的時候 大礁是大家 大家那種大的 一起在抬的 抬的 然後這個小礁呢 就是用這個年輕人 青少年 青少年可以抬 所以有點傳承的異味啦 然後它前面就是 神礁那邊就有 前面就有個鳥居這樣 然後天造大神那裡 如果要看了就在這個壽天宮 那玉皇大礁這一邊 在一樓這一邊 可以來進來欣賞一下 非常的漂亮 不錯啦 給這個我們鋼山壽天宮的掌聲 真的是厲害 不錯 這應該是鋼山地區啊 鄉口最頂盛的媽祖廟了 看它裡面真的很漂亮 很厲害 這邊信徒也非常的多 然後在門口呢 一樣 我們這個珀犬也被留下來了 它很新耶 很新 而且很像石獅子 對啊 這兩隻就很像中國的石獅子 石獅子 對 因為它還有這種球 踩著一顆球 然後它的尾巴也不是 我們那種Poge 尖尖的 但它嘴巴是一個打開一個合起來 是沒錯 是沒錯 我們查資料是那時候留下來的 它感覺是接上去的 對 但是不知道 不曉得 還是它就是做的比較中國式一點 也是有可能 就在這邊 很不錯 很不錯 沒有比較像日本的感覺 對 但我覺得跟在地的 我們的台灣文化 整個做結合 也很不錯 喔 拜祭阿巴祖 拜祭阿天造大神 能夠拜到天造大神 我已經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兩邊都保密一下 對 好啦 那我們就接著往第三山來前進 第三山就保留了更原汁原味了 我們往奇山山上出發了 好 Let's go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咻一下的來到奇山啦 得山山得天下 我們把山山都收起來了 各位 現在位在於我們這個奇山的古山公園 它這邊呢是原本的奇山神社的位置啦 奇山神社在1936年就蓋了 對耶八十幾年 八十幾年 但是它已經被無情的戰火摧毀了 嗯 什麼都不剩 據說是什麼都不剩啊 二戰後還有剩一點 然後後來為了蓋孔廟 蓋孔廟 然後就把它整個拆掉好 全部拆光光了 拆光光了 來這邊看到一個很像這個十街 然後根本就是來到日本的感覺是完全的 仿照 仿照復刻起來 對 對所以就是都不是原本的 都不是這十街也不是這樣 對不是 這太新了而且很漂亮 對啊 然後這兩旁的石燈籠 也都很新 太漂亮了 嗯 太漂亮了 那有發現到這個後面這個 就是石獅子啦 因為它的嘴巴 對 它就是一對石獅子在這邊 你看它嘴巴就是張開了 然後有咬這個球嗎 完全的就是重新再打造出來的 嗯 拍照就很有感覺啦 對啊這一條太美了 就是很完美啦 坐坐坐我幫你拍一張 欸 上來之後 給你一個意象 假的 應該就是這個二鳥區啦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主要參拜的地方 這種感覺啦 好酷喔 滿有意思的 滿有意思的 真的很有心耶 對 然後這邊跟你講 有一個拍照景點 這邊有一個攀台 都沒有來過嗎 沒有 這邊可以眺望整個旗山的四區四樓 就在這邊 這算是這個旗山啦 整個旗山啦 都在這裡 四高點 你把整個旗山的四樓盡收眼底 就庇佑這個地區的人民的一個概念啦 你要看夜景的話大概可能 九點前就要趕快來看 不然都關燈睡覺 這裡的阿伯阿伯阿伯 早上睡了 九點過的都不好 沒有夜景看 有稍微恐怖 這樣 我來的 早上來看 你看它的景色多漂亮 爬上來之後才發現 喔 阿哥用的孔廟這麼大間喔 超大 超大 齊山神社它色格其實只有到五格色而已 對 但我們是後來改建孔廟的時候 我覺得是把它擴大 擴大改建 這邊的視野你看 就是這麼棒 齊山神社之前也是拜這個開拓三神 能久秦 但它剛好多拜一個 安德天皇 進去看一下 看裡面現在改建成什麼樣子 哇 不得了的大 等一下整點會有那個 憲兵那個儀隊來 不會 除了剛剛這個門口幫我們量體溫的大哥之外 沒有其他的 剛剛已經爬了一個超高的樓梯 現在又有一個樓梯 好 終於來到我們這個主店的地方 樓梯 樓梯 工夫修室 然後旁邊就是他的門徒們 學生們的牌位都在這一邊 好 那就在我們這個非常神聖莊園的高雄空廟 為這次的神社之旅畫下一個完美的據點 很不錯 好不好 高雄屏東的神社怎麼樣 來到南台灣 沒有我覺得那個高氏神社真的太美了 太美了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它是風景美啊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這一個 還有鋼山神社天造大神的神嬌 對不對 然後來這個旗山看這個美麗的風景 算是一個不同的感受啦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的 尋找台灣神社高雄屏東篇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其他神社出發啦 好 對 如果有喜歡這個系列的 一樣 多給我們按個讚 分享 分享 留言 給我們一些鼓勵 還有什麼心得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們有講錯的 有講錯了 有些專業的 很厲害的 神社達人 發現有很多 都會在下面 幫我們看物一下 也不錯 感謝大家 尋找台灣神社系列 謝謝 下一個現實見